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她在竹林里看见了一颗竹子 这颗竹子不一般 她竟然会发光 老伯走过去 发现一颗早熟的竹笋 竹笋越长越高 从中间开出了一朵莲花 莲花中坐着一个还没手大的小娃娃 老伯赶紧恭敬的跪拜 小娃娃也不说话 一会儿就打了瞌睡睡着了 老伯觉得这一定是天赐的公主 她小心翼翼的将小娃娃带回家 大娘看着小娃娃也十分的喜爱 谁知小娃娃一伸懒腰变成了一个小婴儿 大娘觉得这是天赐的孩子 一定要把她抚养成人 这是一个神奇的孩子 有了她之后 大娘竟然自带奶水 而且她长得沧沧沧的快 不一会儿就又沉了几斤 日子一天天过 在老两口的精心呵护下 孩子说爬就喂走 成长迅速 就像竹子一样长得特别快 所以大家都叫她竹子 有一天竹子正在山上 差点被野猪伤到 还好一个小哥哥救了她 大家一起唱着儿歌愉快前行 竹子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谣 却唱出了后半段 唱着唱着竟然还莫名掉下了眼泪 此时在山里找孩子的老伯 看到一株竹子闪闪发光 他劈开竹子一看 里面掉出了许多金子 自那之后 竹子跟大家成了好朋友 那个小哥哥叫舍丸 两个人一起玩耍 一起偷瓜 老伯再次来到竹林 又从发光的竹子里 得到了许多漂亮的衣服 老伯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指引 让竹子过上公主一般的生活 于是他准备拿着金子 去京城给竹子盖一座豪宅 一转眼竹子就长得跟舍丸一般高了 一次他们抓到一只山鸡 约好了第二天一起吃野鸡火锅 但是当晚竹子就被父母带走了 他们去了京城 这个约定不论是对竹子 还是对舍丸都没有实现 竹子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京城 在这里父母都衣着滑贵 妆容精致 还为他准备了一屋子的漂亮衣服 本来他是雀跃和欣喜的 但是接下来老伯说 要把他当成公主一样的抚养 还专门请相模叫他端庄仪 琴席书画 竹子在相模教他时 总是表现得很皮 但是在人前他却琴记了得 自治过人 这样富足的生活并不能使竹子快乐 他开始不像以前一样活泼 宁可在后院贫寒的小院子里 种些花花草草 大娘也乐于在这里做点粗活 竹子成年了 老伯为了让竹子成为世人认可的公主 要为竹子盘大取名举行宴会 时间哗啦啦的过 老伯专门请人来给竹子赐名 相模要教他化妆 需要拔了他的眉毛 涂黑他的牙齿 竹子实名拒绝 他说拔了眉毛汗水会流到眼睛里 涂黑牙齿笑的时候会不好看 浅摩表示公主不用流汗 并且要笑不露齿 最后竹子靠着光辉闪耀的初中气质 被赐名为辉耀公主 宴会如期举行 大半三天三夜 竹子梦到自己在宴会上被诋毁 公主名号名不腐蚀 有很多人怀疑他长相丑陋 非要去看一看他 内心恐惧的竹子打碎了碟子 逃回了遥远的小山村 发现大家已经不在了 洞穴将至 物识人非 一觉醒来 恍如隔世 竹子看着摔碎的碟子 终于下定决心 拔眉毛涂黑牙齿 从此以后 公主不再玩闹 他总是安静的 一个人读书席字 看着龙中的鸟 就仿佛现在的自己 他将鸟儿重新放飞天际 不久之后 会要公主的美名 开始引得大家争相拜访 连宫里的皇亲贵宙们 都不顾形象的争相前来 想要将传说中的 呼妖公主迎娶进门 献磨让求情者们 分别表明心意 甲皇子将公主 比作蓬莱玉枝 珍贵无比 乙皇子将公主 比作佛前玉波 前心供养 丙大臣将公主 比作火鼠球 火烧不化 光辉依旧 丁大臣将公主 比作龙手之珠 举世无双 还有一个将公主 比作安铲的护身符 燕子保罗 无价之宝 他们还纷纷觉得 对方的比喻 非常没有文化 公主不想再听他们争吵 她弹起了琴 让求情者们 将他们描述的珍宝 亲手拿回来 这样才能体会 被视为珍宝的心情 这些本来就是 莫须有的东西 求情者们 只好无功而返 在他们走后 门口排队的人 也是一哄而散了 皇亲贵胄 都没有抱得美人归 哪还有他们什么事 同时离开的 还有县魔大人 他觉得此次之后 再也不会有更好的求情者 他无法叫到公主 只能请求离开 公主似乎早有预谋 他终于可以出击赏樱花了 去时欢心鼓舞 回时郁郁寡欢 又巧遇了来城里偷袭的舍弯 舍弯因为看他 被抓了个正着 公主哭得伤心至极 舍弯看着公主离开的方向 失魂落魄 三年一缓而过 公主在小院子里 建了一个跟老家村庄 一样的小模型 但大年看着真开心 得知假皇子 真的带来了 当年说的蓬莱玉知 他诉说自己如何 跋山涉水取到了宝物 谁知牛还没吹完 外面就来了一群讨债的工匠 说假皇子没有支付 制作蓬莱玉知的费用 谎言不攻刺破 随后炳大人也带来了火鼠球 公主让他直接扔进火里 毕竟针球不怕火炼 很快炳大人 散尽家财做的火鼠球 也复之一句了 与此同时 丁大人为了寻到龙手蜘蛛 也踏上了屠龙的航程 而以皇子带来了一块石头 说是传说中的佛制玉石波 他盛情并茂地表明 自己要抛弃身份 带公主远走高飞 谁知道掀开帘子 看到的却是一张 人老珠黄的面容 以皇子只能表示打扰了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最后一位 在寻找燕子保罗的时候 摔断了腰骨 不幸去世了 公主突然觉得 人们会因为他病的不幸 他悔患了后院的村庄模型 觉得自己这个公主 就跟建造的村庄一样 都是假的 但是跟公主的想法相反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连皇上都要召见他 他拒绝了 皇上从来没有想过 居然会有女子拒绝他的心意 这成功的引起了皇上的注意 皇上亲自登门拜访 他拥住了花容月帽的公主 这令公主感到窒息 就在皇上又将他 强行带走的时候 公主消失了 在皇上的请求下 才这次出现 皇上只好先行离开 他坚持认为 做他的妃子 是公主的福气 自皇上走后 公主最常做的事 就是弹着琴 安静的望着月色 直到有一天 他终于说出了心中的仇怨 原来他本来是月宫的仙女 下凡就是为了像花鸟鱼虫一样 自由的活着 所以他会唱陌生的歌谣流泪 而大伯现在努力给他的幸福 并不是他要的结果 于是在皇子抱住他的那一天 他无形中向月亮发出了祈求 十五月圆夜 月宫就为派人把他接走了 大伯开始疯狂召集人 建造起防御宫事 比喻即将来接公主的月宫仙人 而大娘偷偷让人准备了马车 带着公主回到了原来的村庄 此时的舍丸已经有家有市了 他听着歌声寻到了公主 公主说他现在才知道 如果跟舍丸哥哥在一起 他一定会很幸福的 即使吃不饱穿不暖 风餐露宿浪迹天涯 但是现在来不及了 舍丸却说要带着他逃走 他脱下华服 仿佛还是当年的小竹子一样 在田野间欢呼雀跃 竹子和舍丸徜徉在天地间 直到舍丸不能再抓住竹子 舍丸一觉醒来 才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个长梦 真实又虚假 而公主又回到了神宅 八月十五月圆夜 大家都在紧急备战 这些却被仙人用法术轻松化解 公主还是被带走了 大伯和大娘追上了云端 若是公主啄上雨衣飞天 就会失去在凡间的记忆 他请求与父母告别 仙人说凡间污秽又有烦恼 公主却说 这凡间的一草一木 还有人情味都散发着光彩 公主最终还是离开了 他啄上雨衣 望着这颗蓝色的星球 不知为何泪是眼眶 松风游四晃农归 只当速速就归城 每个从凡间回到月宫的仙人 都唱着这只童谣 唱着唱着 不知为何泪是眼眶 灰夜机乌语的故事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灰夜机来自月亮 因犯了罪必变到人间 灰夜机犯下的罪 就是对人世间的生有所向往 因此月界要惩罚他 既要他保长人生六苦 从而向死而生 其中也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当灰夜机要返回月界时 月界说人间是污秽之地 让他穿上雨衣 忘记人世烦恼 回到澄清的玉之都 而灰夜机却反抗了 月界设立的世俗 与纯真的对立 虽然人心险恶 人世苦难 七情六欲 让人心骄 但是不论喜悦或是悲伤 这人世间的万物 都散发着光彩 当他真真切切的 汤汤汤人间这糖水之后 他知晓了生与死 真与假 美与丑之间的奥秘 从而真正的变成了一位 坚强勇敢 有血有肉的女性 这也就是这部电影 对于生命的肯定 虽然生活充满了无奈和遗憾 但仍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值得眷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我是那小美呀 喜欢小美的点播 关注不迷路 我会努力爆发更新的 爱你们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